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用冬瓜来给大家分享 好吃又简单的家常菜 上桌以后全家都爱吃 学会这个做法 家里的米饭又要遭殃了 接下来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昨天吃剩下的冬瓜 用吃饭的勺子加冬瓜囊 给它掏去不要 再用刀将冬瓜皮给它削干净 去皮后,再给它分成大块 中间的瓜囊一定要给它削干净 再改刀切条 然后切成大一点的块 全部切成像这样 比骰子还大一点的块 就可以 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给它淘洗一遍 洗干净之后 给它捞出来控水备用 接下来准备多点的蒜子 先用刀给它拍扁 然后再给它切成蒜末 切好,放入小碗中备用 准备准备几根香葱 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给它切成末 切好和蒜子放一起 小葱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小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碗干海椒 给它去蒜 然后切成小段 然后给它放入清水里面 抓洗一下 这样可以洗去灰尘 而且在炒的时候 也不容易烧糊 洗干净之后 给它捞出来 处理好之后 和葱蒜放一起 再准备一个八角 一小块桂皮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给它划一下锅 这样炒菜锅气足 油烧至微微冒烟 下入八角和桂皮 给它炒出香味 再把冬瓜给倒进来 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 不停地给它翻炒 把冬瓜里面的水分 给它煸炒出来 炒的时间一定要长一点 大概给它炒个三到五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阿剑每天都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如果觉得今天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剑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你的每一次点赞和留言 都是对阿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这里大概炒了五分钟 把冬瓜表皮炒至焦黄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 接着我们给它盛入盘中备用 锅留底油 然后下入蒜末 葱白干海椒 给它开小火 煸炒出食材的香味 炒香以后 下入蚝油 来点老抽给它上色 再把煎好的冬瓜给倒入锅中 再简单的调味 下入少许的食盐 来点鸡精 然后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将冬瓜给它炒至上色 炒出酱香味 炒香以后 再往里面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再扣上盖子 开中火 给它炖煮五分钟 五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这顺度冬瓜 已经非常的入味了 我们继续开大火 给它收一下汤汁 将汤汁 给它收浓稠一点 这样汤汁 复裹在冬瓜上面 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最后我们再勾点明芡 这样炒出来 晶莓剔透 好吃又好看 而且能使调料 复裹在冬瓜上面 味道十足 翻炒 翻炒片刻以后 再撒入一把葱花 一道非常好吃的红烧冬瓜 就制作完成 冬瓜学会我这样做 酱香浓郁 口感非常的滑嫩 而且暖烂入味 用它下酒下饭都是非常的不错 喜欢吃冬瓜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这个做法 好了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